欢迎来到天元维席频道 我是吴馨宇 本期的长星讲座 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 无有角的一些其他的变化 在前面我们讲解了 当黑旗无有角 往这个方向拆了以后一些变化 那么今天我们看看一个别的形状 如果这个方向被白旗抢上去了 那么黑旗往这边拆二 就成了很自然的一手旗 就成了很自然的一手旗 那么当这个拆二已经形成一个变化以后 我们这边先不管它 那么以这个为基本和常识的形状 我们来看一看 白旗在对付黑旗无有角 在这个方向拆二 有些什么手段 有些什么手段 如果没看出有什么旗来 没看出有什么旗来 只是简单的在这里拖一拖 这个白旗是不能满意的 黑旗只要不去汤吃 不去汤吃这个字就行 因为你汤吃被白旗断 这个倒是白旗可以满意 你不能 现在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白旗要藏进去 白旗要藏进去 或者白旗直接打了 冲下去 只能打吃 那么呢 被白旗上面一打 再从下面一打 不管是什么时候 一般这种情况 被人家二路一拖 也不见得在无有角 在别的地方 被二路一拖 从上面一打 又从下面一打的情况下 作为被打的一方 都是很难接受的 这也是一个常见的形状 大家需要注意 打个比方 反过来说 如果黑旗来拖的话 你白旗去跟着这么走的话 被人家打两下 这个在一般 绝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是对方的 七条一个子 获得两打 这个是对方便宜的 那么白旗拖 黑旗其实就简单的 二路帮主就没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 如果退 如果退 那么呢 这个白旗啊 落了个后手 黑旗已经可以不硬了 这个结果 白旗说不定还不如直接小尖一个 因为我小尖以后 以后我就不是爬了 我还是跳一个 所以说 你单纯拖 是不好的 如果你走这个呢 那么黑 即使你在家 啊 黑旗呢 这时候可以 我老实点就接上 就接上 你要再顶 我也不会去走这个打拔的 小关子 嗯 积积一点的 黑旗可以顶 如果你在 压住的话呢 我再补回来 再补回来 装上也可以 挡住也可以 啊 这个就是说呢 呃 外面呢 给你留了一个断点 这个白旗没有任何收获 黑旗呢 只要不直接挡住就行 直接挡住被人家打一下呢 这个有点不太可啊 等于就是说 在这里自己去粘了一个 可以看出呢 这个 拖 便宜太小 不太可 如果你只是其他的 只是在上面这种 简单的点一点 这个也是 白旗没有任何收获 反而呢 把黑旗搅算了 给走实了 啊 走实 那么 白旗如果靠 怎么样呢 在上一期节目中 啊 黑旗往这边拆的时候 白旗靠 这个呢 现在用一下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呢 也不是 不是太好啊 不是太好 黑旗就老老实实顶就行了 白旗呢 最强的手段 也就只有扳了 也就只有扳 那么呢 黑旗就断吃 你白旗退 你白旗退 虽然这两下啊 你 断你略有便宜 但是呢 飞旗就算提掉啊 就算提掉补一个 那么呢 与这样相比 这两个还是有所损失 黑旗就算提一个 白旗呢 所得呢 还是非常的有限 所得还是非常的有限 这个旗 白旗依然不能满意 如果看过上一期的讲座的朋友呢 结合一下这一期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呢 总结出啊 对付无忧角的一个有趣的经验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 当 对方无忧角往这个方向拆的时候啊 我们叫做扁的方向啊 平的方向拆的时候呢 那么 那么 靠扇扇 不好 啊 无忧角 往这个立体的啊 我们说发展的方向 开拆的时候呢 那么呢 这个靠啊 就是一个呢 好的手段啊 这个从 这个从我们这个看完以后 看完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啊 从中呢 找出一些这个规律啊 从中也可以找出一些规律 这个呢也还是不错的啊 也还是不错的 那么当这个方向 我们呢 既然找出那个规律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啊 这个旗啊 白旗要走的要点呢 是往这边靠啊 这个规律我们已经总结出来了 无忧角往平的方向 就靠在这个三四的位置 往这个发展方向拆过来呢 就靠在三三的位置 这个呢 是基本上呢 都能够实用的啊 在在大部分的场合呢 都能够实用 希望大家呢 记住这点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白旗靠 黑旗的这个 应对的这个手段啊 黑旗应对的这个手段 黑旗啊 其实呢 也没什么太多好想的 最强的下法 是鸭筑 是鸭筑 在我们看最强下法之前呢 我们看看如果你想啊 害怕对方的这个下法 想那个啊 想走简单点的话 那么 想推让的话 行不行 如果说是加住 做点推让 那么呢 白旗呢 就可以 就能藏出来 就能藏出来 黑旗你 势必只有渡过 然后呢 白旗再断 白旗再断 这个 让黑旗啊 非常的这个难受 非常的这个难受 嗯 呃 因为接下来呢 黑旗怎么走 是一个 值得 嗯 考虑的问题 如果黑旗打吃 啊 那么白旗 先从上面打 这个大家持续看到 要注意啊 先从上面打 非常舒服 黑旗如果接上 那么白旗 再从这边打一个 啊 这边断 这个白旗 等于上面下面都打着了 啊 上面下面都打着了 然后呢 再顶住 啊 再顶住 这个等于说 完全是 白旗啊 先手 这个压缩了这个黑旗 黑旗呢 相对来说呢 实在是 太难受了 啊 太难受了 如果黑旗 白旗打吃的时候 黑旗提掉 黑旗不专提掉 那么白旗呢 可以继续打一下 啊 这个节 黑旗呢 呃 白旗比较轻 黑旗呢 没办法跟白旗打 也只有站上 啊 那么白旗呢 有这两个交换呢 演的是 也是便宜不小 即使再花一首旗 啊 补一首 这个黑旗啊 也被白旗呢 压缩的太厉害 如果在白旗断的时候啊 黑旗粘上 黑旗粘上 那么 虽然白旗啊 看上去没拿这个 黑旗啊 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白旗呢 也有这个 我们熟悉的 这个巧妙的手筋 靠一个 这个黑旗也是很难应对啊 因为有了这些旗以后呢 这两个旗的价值呢 已经变轻了啊 即使你打这个 白旗也可以拖鞋 你这个提掉两个旗呢 没什么呢 特别了不起 所以说 啊 这个黑旗 加退让不好 如果从二路班退让啊 也不是太好 那么结果呢 和我们刚才所看的变化啊 是这个 是一样的 结果和这个变化呢 是一样的 那么 我们呢 看上这个以后呢 也就知道这个 知道这个 其他的这个下法了 黑旗 从里面搬啊 和这个加 可以说呢 都是这个 想推让啊 想守住这个脚的一些这个变化 但是 就是说呢 我们说啊 就是有时候 你越守啊 越这个问题呢 反而越来越多 那么只有呢 正面硬仗 才是这个 最好的防守 最好的防守 那么 黑旗打完以后啊 白旗 急急忙忙想在里面出旗呢 暂时不成立 暂时不成立 如果直接爬 黑旗呢 立啊 可以成立 但是黑旗立 可以成立 这个白旗展示不太好 白旗 最强的下法呢 只能是 斑 啊 这个不能粘 这个粘上脚上活不了 粘上脚上活不了 啊 这个 这个断点呢 由于不太厉害啊 以后你断 就算你夹到 你断的时候 黑旗就虎 这个只有接印 白旗呢 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那么白旗呢 也就只有 虎这个打结 虎这个打结 打结呢 本身你也要劫柴有力 即使不打结 黑旗跟你粘上 这个黑旗也可以 也是可以这个 接受的 因为你想做活呢 你只能虎着活 你不能走在这 还是个打结 这个不行 这个时候 黑旗可以打 那么呢 你只有虎一个作活 但是这个活的呢 是非常的小 是非常的小 由于力 还是先说 即使黑旗补一个 这个白旗活的也是 非常的小 我们呢 就是说 认为呢 这个白旗啊 得不偿失 得不偿失 那么当黑旗党的时候啊 当黑旗党的时候呢 那么白旗接下来的手法呢 就是在二路班 在二路班 黑旗呢 退一个 现在退一个 继续想吃白旗呢 过分的啊 这个过分 这时候 白旗再打 就可以了 在局部来说 黑旗呢 正确下法 是单立一个 不能帮战 这个帮战 帮战 白旗立呢 就变成一个近活了 变成一个近活了 这个也是我们局部 常用的手道 黑旗要走 是单立 然后白旗直接挡住 直接挡住 黑旗拐啊 再拐的时候呢 白旗啊 可以立一个 这样在脚部呢 形成一个结啊 形成一个结 但这个结呢 相对来说呢 白旗呢 比较轻松的多啊 白旗轻松的多 接下来 黑旗可以搬 点这个 这也是一个打结 或者直接点这个 也可以 也是个打结 那么呢 这样一个结以后呢 黑旗如果打赢了 把白旗都吃掉 白旗外面呢 它并没有什么 太大的伤害 太大的伤害 那么就是说呢 白旗所付出的代价不多 但如果白旗打赢了的话呢 这个黑旗啊 就是说首先目数损失呢 可以说是 是非常的大啊 目数损失非常大 都被白旗活了 而且以后呢 这个旗 被白旗一点过来 在一场 整块旗啊 都有生死之忧 这个白旗 这个黑旗恐怕难以接受 这个黑旗退 有些呢 过分 有些过分 除非在结拆 绝对有利的时候 可以考虑 那么白旗搬的时候呢 黑旗呢 本手是打赤 本手是打赤 接下来呢 白旗在 三路一打 在三路一打 黑旗张上 这时候黑旗怎么张上 大家注意 这时候不能提 这时候如果提的话 被白旗打上去 所以这个黑旗啊 非常的这个危险 黑旗非常的危险 这个打结的话呢 呃 自身来说呢 是比较重的 打这个结的话 嗯 轻重来说呢 白旗的压力 比黑旗要小得多 所以这个旗 提是不好的 这个形状 除非你不怕人家 不怕人家打上来 结拆有利 而且是结拆得明显有利 因为这个结啊 白旗比较轻 所以黑旗呢 本手呢 也就是张上 也就是张上 然后白旗呢 可以根据这个情况 做出呢 接下来的选择 嗯 到目前为止啊 大家在这个形状啊 大家先记住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这都是双方呢 正确的下方啊 双方正确的下方 接下来白旗呢 可以根据周边的情况 做出一些选择啊 一些选择 如果觉得啊 这个走从外围有用的话 那么白旗可以选择 靠 这个 收到啊 靠一个 黑旗啊 如果搬 白旗就冷静的退 就冷静退 就可以 黑旗张上 虽说好像我在这里面靠了 搬了 打了 走了半天 忙活了半天的止啊 好像都死进去了 但是如果在外围啊 比较有大的情况下 这个 你等于白旗外围啊 已经先手走到了两个 同时以后 从关子的角度来说 你可以肩 几乎是个先手 留有这个虎过的手段 第二呢 如果想继续扩张 搬起来也非常舒服 这个搬完以后呢 这个地方 长等于是个先手 这个可以就是说呢 白旗走的一手 其后在外面 获得了很多的便宜 而这个里面呢 跟黑旗交换呢 损失呢 并不是很大 靠的时候呢 黑旗想抢先手 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 顶 单顶啊 如果单顶呢 白旗压啊 黑旗一直保留这个搬的手段 让白旗补回去 黑旗呢 也只有继续往里缩 继续往里缩 这个不能打在热台顶 还是先手 直接继续往里缩 这时候白旗即时走一个 即时补一个 那么呢 这个黑旗啊 缩的也是比较厉害啊 也可以说是比较厉害 因为白旗外面得了便宜以后 以后的关子 白旗还可以断打 断打 你提掉我再打 这个关子收的也是非常的舒服 所以说 当白旗啊 觉得外围啊 比较大啊 价值比较大的时候 可以选择这个铐的手段 这个和你直接铐 相差就很多了啊 这个直接就被黑旗藏出来了啊 直接被黑旗藏出来了啊 而有了这些铐以后 有了这些手段以后 黑旗呢 它就暂时不能藏出来 因为藏出来以后 白旗可以啊 直接就加过了 直接就加过了 所有的纸都给跑掉了 这个黑旗不行 如果沾上呢 同样被要为白旗先手加一下 这是取式的时候 白旗接下来的铐啊 如果这个白旗啊 想这个觉得取式啊 这个外围有什么用的话呢 这里还有一些呢 这个其他的手段 那就是白旗 如果外围比较厚 可以与黑旗作战的时候呢 白旗呢 可以这个顶出来啊 大家注意 这个这种顶呢 永远是一个这个旗的形状的要点啊 永远是这个旗 你这个贴总是不好的啊 这个贴总是不太好 如果贴被人家一打拔呢 呃 现在黑旗藏白旗不会弯 可能会糊 那么它就直接打拔啊 你这个形状反而就是说 它以后还可以加过去啊 它以后还可以加加过去啊 这个呢 白旗形状不是太好 所以这旗呢 总是要顶一个啊 顶一个呢 就是说呢 至少让黑旗这个打拔呢 它变成一个厚手 变成一个厚手 同时注意啊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说呢 嗯 这个一路打吃啊 虽然是先手 但是呢 不要呢急着把它交换掉啊 因为要保留一些什么手段呢 你这个打完以后呢 黑旗就退一个 没有关系 你要保留一些什么手段呢 要保留一些这个纸 如果以后连回来以后 这里第一保留一个啊 方打的手段啊 这个方打手段是非常严厉的 大家注意 这样以后当黑旗打的时候 白旗可以继续做截啊 继续做截 这个截白的比较轻啊 因为这个继续做截以后 有可能就让黑旗这块旗 变成一块死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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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打呢 是不肯的 旗次啊 第二点 黑旗 白旗呢 连回来以后 还留有非常舒服的一个手段呢 就是先从这里变一个啊 这个黑旗也是非常偷疼啊 因为变你不走 这个旗可以跑了啊 白旗可以跑了啊 如果你直接挡呢 那么呢 我可以low打 我可以low打 再low打 这这两下呢 又被白旗带得便宜 如果你提在里面呢 那么以后呢 我还有飞啊 大飞 这个这样的 光子手的 所以这个一路打啊 大家不要轻易用掉 那么刚才说了啊 白旗外面后 喜欢作战的呢 可以顶一个啊 顶一个 把这个纸呢 完全呢 给它分断开来 如果这样呢 再跳出来啊 这个作战也是非常的有利啊 这个作战也是非常的有利 呃 黑旗被分断以后呢 接下来特别麻烦啊 这个 这两个打拔都不敢随便用啊 但是被白旗不管怎么接上以后啊 这个接上以后 马上就产生了我们刚才这个尖啊 很舒服的光子手段 甚至于呢 还有直接打了打啊 威胁这个黑旗死活的这个手段 所以呢 这个黑旗即使这个长啊 也要 要三思啊 要三思 这个是需要这个注意的啊 需要注意的啊 这个是定 是在白旗很厚的情况下啊 外围 作战很有利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 那白旗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虎 周围又不那么厚 我形成外式呢 好像也没什么用 那么呢 白旗呢 就可以考虎虎一个取点实地啊 取点实地啊 嗯 黑旗呢 稳接一点的下法呢 就是压住啊 一点压住啊 白旗呢 渡过 白旗渡过 担心这个打吃就算是先手啊 这个长是不见得便宜 嗯 白旗呢 获得了一定的目数 但是呢 也落了一个后手 这个呢 双方呢 也是都可以接受的 不过白旗呢 以后呢 依然留有啊 我们刚才所说的 很舒服的 这个尖的光子手段 这个结果呢 白旗应该呢 还是可以啊 就是接受的 因为刚才我们所说了 取外式啊 没有什么作用啊 直接顶出来作战 自己又不是那么厚啊 不见得有利 那么呢 白旗可以采取第三种 虎一个这个手段啊 虎一个的手段呢 这个还是不错的 黑旗如果不不压这个啊 挡下来的话呢 这个作战呢 白旗应该不怕啊 白旗应该不怕 呃 白旗呢 就直接贴出来 就可以了 现在贴出来可以了 等你黑旗在斑的时候啊 黑旗在斑的时候 白旗呢再弯一个啊 这个弯就不是那么难受啊 就不是那么难受 因为有了虎和这个 挡住的交换以后呢 黑旗失去了这个打拔的变化 是吧 黑旗失去了这个打拔的变化 那么呢 这个白旗呢 就完全可以与黑旗一战啊 黑旗出头 白旗就出头就是啊 由于这里时时刻刻还有跑的味道啊 因为这个跑的味道呢 就是说呢 呃 这里这外面呢 隐藏着一个仙手 因为这里有了一手旗以后 这个跑就成立了 大家注意一下 那因为我跑你只能打 我再利你挡住 我再拐啊 跟这个外面这个气有关系 这个跑出来以后呢 呃 白旗呢 可以说呢 是充分可战啊 以后这个有党啊 有种种的这个利用的手段啊 这个白旗完全不惧怕与黑旗作战 甚至于可以说呢 这个黑旗这个挡下来 啊 有一点这个 略显过分 略显过分 好 我们呢 呃 简单的呢 看了一下啊 看了一下呢 就是说 呃 白旗外靠啊 白旗外靠 可以说呢 呃 白旗从内靠 可以说呢 是对付黑旗这个行为拆杀 一个呢 呃 有力的下法啊 那么 呃 黑旗呢 也对此呢 也无法退让 只能呢 挡住 白旗在 帮助啊 白旗在帮助 然后呢 呃 黑旗呢 在那个 打吃啊 白旗打吃 黑旗张上 这些 可以说呢 是双方必然的下法 那么 大家 首先 请注意啊 请记住 这三 这几个必然的下法 那么 接下来 白旗呢 呃 有三种选择 啊 有三种选择 我们呢 呃 再 给大家 嗯 着重 嗯 复习一下 第一种选择 是靠 嗯 什么情况下使用靠 就是 当白旗在外面 形成啊 这个 多几个子 形成外式 对这边发展啊 很有帮助的情况下 你选择靠的下法啊 靠的下法 第二种 当白旗外面啊 比较厚 比较厚啊 作战 很 很有力的情况下 你应该选择 顶的下法啊 应该选择顶的下法 这个 顶起来呢 嗯 黑旗呢 也还是就是说 比较难办啊 比较难办 如果前两种下法啊 你都不是很满意的话啊 都不是很满意的话呢 那么你可以呢 折中采取第三种啊 虎一个 取实地的下法啊 取实地的下法 这个结果呢 黑旗 由于挡下去有些过分 那么呢 白旗呢 取得实地啊 取得实地 取完实地以后呢 请大家记住呢 在这边 白旗残留的两个手段 第一个啊 收关的时候 先尖一个的 先尖一个的巧手啊 这是一个好的次序 保留呢 不要在这里打 一路打或者二路打 保留呢 黑旗这个跑的手段 第二个呢 残留这个啊 强行跟黑旗打结啊 在黑旗死活出现问题的时候 白旗 残留与 黑旗死活 来 强行打结的这个手段 记住基本变化 然后呢 记住这三种选择的前提 那么呢 想必呢 您呢 就对这个旗行 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 在实战中呢 也能够呢 正确运用 本期讲座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拨打热线电话 或者email呢 与我们联系 我们尽量呢 给予回复 谢谢大家 收看了本期节目 大家再见